各位熟謀學員大家好 我是Mr.海豚 范正宏 現在時間是2022年12月28號下午2點39分 我們開始我們的熟謀影音 因為今天鼻子有點過敏 所以大家點一下 打足都包含就對了 好 那這個 多瓏羅加速部分呢 今天空瓏羅加速是往下走的 主要應該是delay反應前兩天的反彈 那這部分就先繼續看下去 因為長線的多瓏羅加速持續的收載 應該是蠻大機會會死亡交叉 那大盤的部分呢今天是 好 今天 今天盤中是一度有跌破這個14157 延伸形成續跌的一個狀態 就是空頭浪延伸了 那只是因為今天量不足 今天量太小 雖然說量是量增 但是還是比月均量小 那所以呢今天嚴格定義上來說 並不算是空方空極K線 我是說假設如果有收破14157的話 那我真的不屬於空方空極K線 因為量太小了 那當然說今天有守住 那就還是真浪盤 那當然說今天 整個狀況主要還是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回補了這個 巴菲特缺口 450 那收盤是有收上來 不過回補就回補了 那當然說我覺得主要還是 因為我是一直都不看所謂的缺口回補 什麼什麼的 到底會怎麼樣 我主要還是看後面那根帶量K線被跌破 那這之前就有跟大家講過 就帶量K線被跌破 線上就已經確定短線轉弱 除非短線的關鍵K線被占回 否則的話我覺得這邊就還是偏弱了 那雖然說就跟大盤一樣 下面目前都有季線支撐 那現在就是先看盤勢狀況嘛 如果說整體到過年前 那都是處於一個比較低量觀望盤 沒什麼大事發生的話 那應該可能季線是有機會有撐的 只是目前來講 極短線來講 目前的盤勢還是偏空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整個 整個 這個強勢股 弱勢股的部分呢 強勢族群就 就比較偏向這個飯店餐飲 那這些我都沒有在看 那當然說其中可能比較有量的 可能算是美食KY啦 那美食KY又是這個 大陸有那個85度C分店 所以說真的要受惠這個大陸解封 我覺得攤勾機會是比較大 另外是網瓶 不過網瓶在大陸那邊似乎 我印象中之前看那個報告 好像是有寫到說 有一些店有關掉 那這部分可能要再看一下 那其他大概就都比較弱啦 那非基金組件大概也都有 JPBKY今天表現比較好一點 其他好像都也是都偏弱 那弱勢股就IP啦 這個不用講了 反正 漲多了 加上一些問題開始反應了 就開始下來 那升級股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就是這些有些裡面 這些有點過 有機會的個股 我們就慢慢來談 那當然說以今天個股部分 我今天是沒動啦 那JPB找盤度漲5% 想說要過高了 海豚要來大升一下 因為大盤跌100多點 海豚的JPB還過高嘛 可是後面就說上限 沒想到現在連想要大升都不行 只要一想他就上限了 不過我覺得不重要 因為我覺得他本來就還要整理 那合一的部分呢 就是等藥證啊 那 上次有說 這邊帶量站回季線 是屬於一個轉強的一個狀態嘛 但是他月線扣底壓力還在齁 所以除非藥證過 否則就覺得還是要整理啦 那藥證的話大概就才要 不是藥證啦 這月線齁 大概1 2 3 4 5 6 大概7個交易日 才扣到目前的水準 所以可能最快要等到下禮拜五吧 以月線的技術面的角度來講 才會全速均線轉撐 好 那藥證的部分今天點2.56% 這個 是跌幅有點大啦 我是覺得有點大 不過現在算不意外啦 就是 不是說不意外 而是說還在整理狀態 所以我覺得他不過去 沒有過月線我覺得合理 而且月線也還有一段時間 才會下來 單純這針面就是破線買而已 所以我覺得看法一樣 那空單部分呢 副方金 金融廣度差不多就這樣啦 今天就是相對來說稍微弱一點 但是沒有電子那麼弱 那陽明呢 昨天實現還有撐 今天撐不住了 那我看法沒什麼改變 那月線部分今天往下彎了 對不對 但是因為月線短線是扣高 所以下禮拜 因為明天 星期四 星期五 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 下禮拜一放假 下禮拜二 下禮拜三 基本上又會開始回到低檔位置 去扣 所以呢 這部分就觀察吧 我看是先下去還是 這邊支撐 就是看會不會 連續下跌去化解這個月線轉秤的機會 那機線就不用說了 機線目前短線已經開始要 要扣高了 所以等於說前面這邊錯過了發動攻擊的機會 然後飛機的部分 今天是續跌 不過剛好來到昨天那個航運股的位置 就十字線跟月線雙乘 那他的季線大概還有 還有五六個交易日吧 一二三四五 六個交易日之後才下來 所以就看接下來一個禮拜的走勢狀況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 那其他部分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memo的部分 筆記的部分 好那今天早上其實看了蠻多則的新聞跟研究評系 對今天有人說 台積電或收藏算不算導狀反轉 如果下面又在跳空產生真空帶的話 叫什麼 是不是叫超導狀反轉 沒有我先講沒有超導狀反轉這種東西 那台積電的部分呢 其實我認真看了一下 的確還算是還真的算是導狀反轉 因為這邊的低點是253.5 這邊的高點是252 所以有1.5塊的真空帶 就有1.5塊錢的真空帶 所以的確你說要收視導轉的話 的確他定義上還可以收視導轉 可是這個缺口是很容易被補掉的 所以我覺得 也不用管什麼導不導 基本上上面就是一個很大的套牢區域 這是事實不會變 那後面再連續疊 基本上就是 就續疊而已 也不會有什麼 因為看這邊 這邊也是一個導轉 這邊也是一個真空帶 那後面就是連續大漲 這邊就是後面連續攻擊而已 所以沒有什麼超導狀這種東西 然後這邊大概就是一些新聞 這邊有 統一又有評析 這個長龍的行 大家看法跟我一樣 貨運因市場運能供給增加 而受限於高 且受限於高通 通膨庫庫存區外問題 那個貨運的需求放緩 然後這個 2023年 這個貨運 年收益減掉54% 這大幅的衰退 然後預估整個狀況是衰退的 今年是1.14塊 明年剩下0.74 YY-47.7% 所以就沒什麼希望 然後東陽他這邊講的算還不錯 不過他是說2024年取得要證 所以這算是長線的觀察 然後因為他算EPS上看6塊 不過他目前股價其實也滿高的 那6塊 目前大概本比也是14-15倍 就是明年EPS來看的話 所以我覺得 就是先觀察吧 沒有 是2024年最後才看6塊 所以長期趨勢OK 但是短線可能就 可能要找其他的機會 找其他的什麼利多條件來看 才知道 然後天玉這個部分 主要是稍微看一看他的狀況 就是說他有一些打入一些什麼 電子書標籤 這應該也知道了 就是說多數產品市占率在擴張 稍微正面的部分 可是消費性的問題還是沒有改變 那明年呢 他是認為說 目前已經算是相對便宜 而且有上漲的機會 只是短線沒有令人較興奮的數字 拉我100塊再介入 這個介紹看看就好了 然後這裡是說 中國手機的部分 這部分我可能要再去問一下朋友 說他們那邊有些 比較要更確定的數字 他這邊提到 12月11號單週 手機銷售開始看到 中系手機銷售年增轉正為1% 年增轉正為1% 所以如果說 真的是像這邊講到的 這個年增轉正之後趨勢反轉 而不是一時的所謂的什麼 雙11雙12購物行情 導致年增率比較好 那我會覺得說 手機真的是有機會的 所以這部分就維持先行的看法 就繼續觀察下去 但短線應該要爆發應該還沒有 因為歐美那邊的也還是要觀察 那技嘉部分這邊主要是講到去庫存的狀況 表現得還是很好 這就三個重點 去庫存的狀況良好 2023年贏新品 就新的Server Server的那個 Eggle Street跟那個 AMD的那個 對 Intel跟AMD的新平台導入 那這個 還有存貨的疊價損失收斂 那毛利率有機會回升 那這邊來看明年還是 我看一下中文還補了一下 它的那個 明年YY只有6% 所以算是蠻弱勢的 但是就是看有沒有超跌的進場機會 可是這個部分應該是 我不會有興趣 只是就先更新一下 這個板卡跟Server的近況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照例 之前有提過這個折疊機的行情 折疊機的機會 因為我說過 雖然說手機整個YY是大幅衰退 但是折疊手機的出貨量 明年應該還是持續成長 所以這一塊在照例這一塊 它這邊是講的比較樂觀 只是說 你看這個內容怎麼跳不出來 好 他說明年業績一定成長 但是或許會一定成長 可是相關的成長的強度是多少 不知道 這個是還不知道的 那他們這也有提到 就是說折疊手機大幅提升 比重到30% 29 但是比電顯示器 這些消費性還是很高 所以它整個公司 折疊機對於公司的貢獻 能不能夠抵消消消費性產品的衰退之外 還可不可以更為強勁的成長 這應該是會是接下來關注的一個方向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雙馬影音 那大家有問題記得到那一台來告訴我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